而这名女博士共称支票是真的是她的美籍未婚夫给她的 而且对方很有来头就是即将接任美国CIA局长的四星上将 女博士甜蜜的秀婚戒说她的未婚夫告诉她 不惜冒着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也会开军机来台湾迎娶她 带着已经支付对方近百万的台币 现在还必须要再筹150万军机来台的燃料费给对方 未来的军情局长有必要要未婚妻在台湾帮她募款军机的燃料费吗 尽管各界不断的劝阻这位女博士 但是她依旧是深信不疑的等着张美国军情局长夫人 笑出婚戒她就是自称与美国CIA中情局长交往 曾经任职台积电的流行女子 两个人5月4号在网络上认识 男子声称自己叫David是美军四星上将即将成为CIA的情报头子 女子还秀出了视讯影片证明她的身份 不过仔细对照视讯中的男子画面 和右方网络上将军受访的片段 外表以及背景根本都一模一样 男子一次拿了影片来假冒 再搭配自己的声音取姓女子 长得很帅 然后那个美国媒体非常的喜欢她 相识没多久 男子就向流行女子求婚 还以来台结婚为由 要流行女子先汇进百万的台币给她 还说尽管因为她的身份敏感 也不惜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决心要娶流行女子 而女方即使因为拿了未婚夫给的 未到旅行支票 因而被捕吃上官司 她还是对这桩台美联姻抱持着梦想 刘小姐说对方要她筹150万台币的燃料费 然后坐军机到台湾迎娶 再到欧洲结婚 还有三亿元的聘金等着她 一连串的说辞实在太戏剧性 警方警告她可能已经被诈骗 不过流行女子还是对虚拟未婚夫 身心不已等着当终情情仆人 TVBS新闻侯丽媛新竹采报报道 另外明明是河家团圆的中秋江洁 但是对这一家人来